Show M就出來了 Show的Mesh Dialog有三種 第一種是很單純的 就是一個訊息 第二種多一個Title 第三種多 除了Title還有一個Icon 當然你這邊自己再去調 之前有同學來問 他要什麼參數你就給正確參數 就絕對不會問題了 我們用最簡單的好了 就用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直接點兩下 他第一個問你說 你有沒有Fu parent component 那當然沒有 我們就只是單純Show的這個Dialog 所以我們就No OK 第二個參數是你的訊息是什麼 訊息就是答錯了 所以這個地方把答錯的這幾個字 放過來對不對 OK放過來 再來這邊也是一樣 底下也是一樣 所以 拖籃一下 不過特別注意 你不要貼上就忘了改 很多人複製貼上 在開發程式的時候是強烈的 當然一般的 白國的書就強烈不建議用那個複製貼上 除非 所以你要複製貼上一定要非常細心 很多的bug都是因為複製貼上 但是你說複製貼上 這個有時候字要重打也是很花時間 所以你要複製貼上就一定要細心 慢慢來沒關係 OK 那這樣的話呢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就已經被更改為我們要顯示的訊息了 那最後的話再把它亂一下 這樣就變成全部都會 為什麼這邊還有 這是幾月 這個也不要 有沒有 控制的部分就把它註解掉 再亂一下 這是幾月呢 現在6月不對 再5月 跳出來 答對了 OK 那就剛剛的了 OK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 這個部分把它改完 改完之後的話 那最後當然如果你希望 輸出的話 類似像這樣就是 可以輸出那個架檔 點兩下 Tori Eclipse 該怎麼做 等一下再來看 所以請各位 第一步的話呢 把這個 按右鍵複製貼回去 然後改個名稱 記得把它開開起來 再來的話 改為那個J-Up Champagne的版本 我剛剛主要是改幾個地方 就是第一個 這邊 有沒有 這邊把它改 然後只要有System的 System的 System的 這邊都改 這個是輸入的部分 Show Input Dialog 那輸出的話有兩個 這一個 跟這一個 應該OK吧 畫面 還給各位一下 那等一下我這個也會拍照起來 給各位參考 OK 你 我看來 我看來 你 我看來 谢谢大家